其實今天早上起床就看到很多的一些側翼在討論 心裡在想的就是又來了 其實很好的一個事情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演出 一個商業的合作竟然也可以被抹紅抹黑 甚至還有人會被起底 先來說一下這個鄭之明老師 鄭之明老師呢 其實柯文哲他在一開始在講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說他很感謝不管是鄭之明老師 或者是藍波老師給予他的合作 還有給他的指導 那他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小周老師 結果又被側翼做文章 好像刻意要把柯文哲塑造成一種不誠實的印象 這其實就是過去側翼一直在操作的手法 事實上我覺得這本身就是一個誤會 因為柯文哲從頭到尾就沒有提到小周老師這幾個字 那麼我們也不了解為什麼到後來 會被這個張官李戴操作成這個模樣 我們必須要強調我們看到很多的報導 現在可能這個小周老師也把臉書關閉了 事實上這樣的紛擾真的是非常沒有意義的 因為任何的商業演出商業的合作 本來就是每個音樂人每個創作人 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的 我們也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 那麼還給音樂人一個比較公開 還有自由跟公平的空間 任何的這種政治的操作 我們都希望能夠盡量的避免 那麼必須要集合在這邊 細節er單人秤